好地方公職人员选举登记31号 凤林镇长参选人林建平 双方乡长参选人陈静和 都前往乡镇选举委员会来登记 并且表示落实地方的基础建设 来创造乡镇的社会福利照顾 在多位里长及家人的陪伴之下 凤林镇名代表会主席林建平 首举标语步入凤林镇公所 登记参选凤林镇长 他指出在镇长萧文龙的既有基础之下 能够扩大相关的老人照顾及景点的营造 争取更多的旅游人潮 很多的社团跟民意的劝劝 那个人来这次来登记参选下届的镇长 那希望是在既有的基础之下 我们来扩大 我们来照顾老人家 我们来加强我们的景点的设施 我们透过活动 透过体育赛事 来会凤林增加来客的人潮 而寿风箱长参选人陈静和 则是单独一人前往寿风箱宣委会登记 他表示寿风箱是一个地理环境相当好的地方 但是四年的乡镇空转一定要换人做做看 希望松箱要更好 换人做看看 因为松箱是一个地理环境优美的地方 但是最近都 这三年来都空转 乡亲都很满意 希望我们原住民要机会所要赶快地争取 再来各尊要为一个特色 五合一选举登记起跑 将在11月26日举行投票 各项公职人员参选卯足权力 将竞选政见透过各式的媒体争取曝光 参选公职的人员各方都有输不得的压力 记者凌杰综合报道